主席 由於我們在事務委員會裏面 這個相關的撥款建議我們也討論過 亦有很多議員發表意見 我作為這個事務委員會主席 剛才我們也做了一個簡單的介紹 但我自己作為在現在的財委會 要去審核這個撥款的時候 我都必須把我們自己人民力量的立場 跟大家說一下 我們原則上是支持這個撥款 人民力量兩位議員包括陳偉業和我 但我們也有些建議或意見 我在此順便說 因為總監也在 行政總裁也在 副秘書長也在 我希望大家又可以參考一下 那個創意產業地標和舉辦大獎 如果你問我個人認為 就是太形式主義、表面化 當然是可以扮演 但要丟這麼多資源 這是值得相確的 不可以成為設計中心的工作重點 另外設計指南下網絡計劃 大獅班 我覺得是有助業界經營的 這是應該要加強的 我們也很仔細看過相關的建議 例如你們的附件中提到的內容 我們也很仔細看過 隨時我也有參觀過相關的 其實我自己比較有興趣 因為我在委員會中 作為主席 我很少發表意見 所以我覺得 在這方面 關於產業地標和舉辦大獎 我自己就有少少保留 另外 知識州、業務論壇、經驗分享會 以及行政人員計劃 這些也是流於形式 你覺得實際效果不大 例如設計師之間 本來已經是有溝通 很多在相關行業中 都覺得自己的行頭很窄 設計是一樣的 所以這不是工作重點 讓他們交流溝通 另外設計知識學院 我覺得不應該由設計中心負責運作 例如理工大學 Ivy 這些專屬學院 都有類似的課程 我覺得比較加強的 就是設計市集的概念 我自己看過 我覺得真的有幫助 我跟相關的人 即是有份展出的人 我也有跟他們談過 這是可以幫助設計界接觸 接觸面可以廣泛 所以這其實是可以丟多些資源去做的 另外一個當然 大家都會很關心的 審計署曾經說 設計中心擅置調高個別設計支援計劃項目 那個現金的薪金 違規將薪酬開支寄入項目的帳戶 又挪用60萬元的產品拍賣收入等等 這些相關的事情 我知道設計中心那邊 那時也會有些回應 但是 政府在去年 我記得11月14日 我們ITB的會議裡 設計中心董事會 加入政府的代表 但是他完成了由外聘審計公司進行內部審計 並且設立內部監控重師 這件事我們覺得很有問題 假如中心自己掃錢外聘審計公司 那麼這個審計公正 就真是別人會質疑你 對吧 這個做法是有少少問題的 內部監控的措施 即是說 如果你不是跟董事會的政府代表交代 那也是只會搞 所以我覺得 不要說從屬關係 至少在整個監察的制度裏 要做到讓大家覺得公正才行 之前的審計處說的 我會回應 我們會改善 大家都很清楚 但是 你自己要做這些的時候 你問我外聘審計公司 來幫我做 那我覺得這個是有些問題的 這個就是我自己 我們大家 譬如我們 人民力量 我們自己開黨團的時候 都經過這些相關問題的時候 得出的意見就是這樣 希望可以設計中心那邊參考 副秘書長 哪位回應 或者我簡單回應一下 很感謝黃議員的意見 我們也聽到的 事實上我們在這段時間裡 都是很努力跟設計中心 如何優化自己的內部管治 黃議員剛才指出了 就是在審計報告那裡 我們已經有一大回應了 另外我們也會 就著這個撥款 我們會跟設計中心 sorry 不好意思 跟設計中心 跟設計中心 就會有一個協議 協議裡面 我們也會很詳細列出 就是我們那些監管的要求 當然就是每年的報告 三年的規劃 半年裡的財務報告 還有就是政府在裡面 在董事會裡面的代表 我們也會在這些不同的範疇 有些事情 會不會跟設計中心 您的確定會不會 在那裡 就是他們的經驗 所以我們也會審議 在這個設計中心裡 所謂的辦公室 然後他們也會在這裏 梁國雄議員 梁國雄議員 梁國雄議員